天哪 你怎么在这儿在这里啊 你别乱跑你知道吗 我去找东西 你在那儿等一下 等一下 好谢谢你啊 现在带她过来洗个澡 你在跟我微笑吗 前几天我不是捡到一只失神的小赖狗吗 然后我找了托里老师给他做了洗剪锤 看看这前后对比 今天没洗头的你还好意思看得下去 你们不是说小狗很亲人吗 虽然我当着他的面买了一个小狗 但是并没有买葱花蒜 这只人与千里之外的冷漠 让我好好反思了一下 可能是因为我没有叫他的习惯 但是汪汪我叫的特别别扭 所以干脆不喊 你们快点给他起个名字吧 当猫第一次看到狗子 小狗游 你是否有很多 我好 我什么 你能找到看漫画 我去的学娃娃 背着钢琴说话 别人找我游戏 我去背着ABC 故事的开始 6月23号 我去外地在不认识的村庄里遇到了这只小狗 它浑身淋湿了 一直在发抖 用颤抖的小奶鸣在向我求救 找了个小店要了一个土箱 把它从垃圾堆里救了出来 在我换手套的时候不安分地往外跑 真是一只小傻狗 你以为躲在这我就看不到你了吗 带它去洗澡的路上一脸生无可恋 它可能以为自己要被做成狗肉火锅 洗完澡了 我要赶紧回家把砂锅冻上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